听见证明随即大步往前 画面上这名男子就是被俄罗斯当间谍关押的 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保罗·惠兰 俄罗斯官媒周二罕见公布他在莫多维亚狱中的影像 当时他一边吃逢一边拒绝采访 不过惠兰的家属说这段画面其实是在五月拍摄 俄罗斯2018年逮捕惠兰后 2020年以间谍罪判他16年徒刑 去年美国曾尝试以俄国军火之王布特一换二 一次换回女篮球星格林娜和惠兰 最后却只成功换回了格林娜 幸好惠兰在镜头前展现坚强 只是同一时间各界很担心同样被当间谍逮捕的华尔街日报 记者隔时柯维奇可能有相同下场 目前不清楚俄罗斯官媒突然释出惠兰狱中影像的真实动机 与新闻综合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